第21集 顺帝刘宝 汉顺帝档案 生族年 公元115至公元144年 父母父亲是安帝刘护 母亲是李氏 后妃梁皇后于贵人等 年号永建 杨家 永和 汉安 建康 在位时间 公元125至公元144年 是号孝顺皇帝 妙号静宗 灵寝 河南县陵 性格温和软弱 汉顺帝名叫刘宝 是汉安帝刘护长子 东汉王朝的第七位皇帝 他的一生都被外戚宦官左右 在东汉王朝的没落衰亡中左右摇晃 他的性情柔顺 又不思进取 最终碌碌无为 没做出什么政绩 东汉的后几代皇帝继位都有些偶然 刘宝也是 刘宝生于元初二年 刘宝的母亲李氏是安帝刘护的贵人 刘护的子孙釜太宝 仅有这么一个儿子 皇后颜姬 他自己的地位不稳 在李贵人刚生下刘宝不久 就用镇酒毒杀了他 但是后来刘护再也生不出儿子了 只好立唯一的刘宝为太子 刘宝立为太子时才六岁 懵懵懂懂 宫中都由皇后把持 也使他养成了温和懦弱的性格 阎光三年 刘宝十岁时 阎皇后看他逐渐长大 怕他以后会为自己的生母报仇 就诬陷他谋反 刘护昏庸无能 也不变真伪 听信了皇后的话 十月 废了太子刘宝变为继阴王 阎光四年三月 安帝在南巡途中死了 随同的阎皇后等人 害怕回京后 朝中大臣会拥立刘宝称帝 便密不发丧 只说皇帝在病中 等回到京城才宣布消息 这段时间 阎皇后等人已经谋意好了 派人去盈利冀北王刘寿的儿子 被乡侯刘义为帝 刘义年纪又小 根本不可能理政 严皇后立他就是想像邓太后一样 自己掌权 可惜 刘义实在是命短 只在位七个月 还没来得及改元 就于十月底病死了 严皇后又用同样的方法密不发丧 继续物色合适的皇帝人选 不过 这次严皇后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小皇帝死了 别人不知道 但宫中的太监不会不知道 宦官们早就对严皇后专权不满 十一月 中常侍孙城 联络众太监在宫中发动政变 孙城等十几个人在宫中德阳殿秘密集会宣誓 几天后 孙城等人举刀杀向张台门 他们杀死了严氏的心腹宦官 其中老资格的宦官李润剑机也投入了孙城等人的阵营 他们接着又杀了严皇后的兄弟严险和严景 然后一举消灭严氏势力 最后又逼迫严皇后交出传国玉玺 盈利继阴王刘宝为帝 继汉顺帝第二年 改元永建 刘宝即位时才十一岁 皇位是他的 但皇权却不是他的 严氏一族被诛杀 外戚的势力小了 而宦官的势力又大起来 宦官们帮刘宝取得了政权 就开始要功要权 刘宝宝座都没坐稳 自然乖乖的答应下来 他给了孙城等各种明目的官衔 孙城等十九人都封侯 孙城的实义甚至超过万户 刘宝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向宦官倾斜了 刘宝也不想受制于宦官 在封了孙城等人后 就渐渐疏远了他们 而他却又宠现了另一个宦官张房 有事都与张房商量 张房很快得势 他的本性也露出来了 他依仗权势 胡作非为 有个正直的大臣 私立教位于许 收集张房的罪状 上书谈劾 可刘宝根本不管 被冷落的孙城等人 趁机对刘宝说 皇上和我们起事时 认为奸贼是祸害 现在即位了 怎么能重蹈先帝的覆辙呢 予许尽忠反背局 张房作恶却成了忠臣 接着孙城请求抓张房治罪 刘宝不敢得罪孙城 只好将张房远远地发配到边地去了 不过刘宝也趁机以宦官征功为借口 把拥立他称帝的十九个太监都赶出了洛阳城 直到几年后 刘宝感念他们当初的功劳 才把他们又招了回来 刘宝性格软弱 优柔寡断 又是非不分 做事不深入考虑 他挑选了皇后 又为他带来了外戚之祸 永见六年 大臣们奏义该立皇后了 这时刘宝宫中 他很宠爱的贵人就有四个 他一时拿不定主意 竟然提出要抓究来决定 一些大臣都觉得荒唐可笑 便觐见说 立后是朝廷大事 要抓究让神灵决定 自古从未有过 应把德行放在第一位 以经典所论为依据 以圣上思想为裁断 刘宝这才没有坚持 而四个贵人中 梁贵人最有心计 梁贵人名叫梁难 父亲是囤记较为梁商 平时顺帝经常招梁难侍寝 后宫妃嫔自古以来 都以得到皇帝的宠爱为荣 但刘宝招梁贵人的次数多了以后 梁氏却推辞婉拒 说希望皇上能让后宫妃嫔 雨露均沾 这让刘宝认为他很有德行 更加宠爱 第二年就策立梁氏为皇后 梁家也跟着飞黄腾达了 欺负梁商从教位特进为植金武 很快又晋升为大将军 梁氏一族从此权势显赫 外戚的势力也逐渐超过了宦官 二者的较量逐渐展开 史家邹元初点评说 刘宝在位二十年无所作为 为任宦官专权 致政治极为腐败 刘宝在正式上很无能 从他亲政以来内忧外患不断 涌建三年 洛阳地震 汉阳地裂 涌建五年 洛阳又发生了蝗灾和汉灾 其他郡国也相继发生了蝗灾 几年间风落水汗 各种灾难不断 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好 刘宝却没有想什么好办法 他把朝臣召集起来商讨 大臣们提到 灾害已经造成积民千万 赤地千里 刘宝吓坏了 不知如何是好 而此时的边疆 西北枪族又爆发了起义 刘宝派了十多万大军前去平乱 因为官吏腐败 结果战争打了十五年 朝廷响吟耗费了数十亿 各级官员都中饱私囊 普通士兵苦不堪言 纷纷逃跑 百姓负担沉重 又饱受战乱 各地的反抗情绪日益增长 面对一大堆问题 刘宝没有一点皇帝的气魄 他干脆什么也不管 整日沉溺于酒色 做起了混日子的皇帝 皇后梁氏颇有野心 趁机培植自己的心腹 梁皇后的兄弟梁义不学无术 在父亲死后 他也被任命为大将军 很快梁氏一党又权倾朝野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 外戚的势力逐渐取代了宦官 成为顺帝时期的绝对统治力量 从宦官到外戚 东汉的统治一片黑暗 普通世人根本没有晋升的机会 健康元年 就在这混乱的动荡中 顺帝刘宝去世 他在位十九年 终年三十岁 顺帝安葬于县陵 士号为孝顺皇帝 妙号为靖宗 他使东汉王朝这条已经腐朽的大船 沉没得更快了 红旺帝 空虎王朝这条 下斤 数个人 玉顺 空虎王朝